二章十六节这个地方 这里说 就在神借耶稣基督审判人隐秘世的日子 照着我的福音所言 各位弟兄姐妹 这里最后要讲的总结就是神的审判 保罗说 神借基督审判世人隐秘世的日子 各位注意 神的审判是必定要判断人的隐秘世 人的隐秘世刚才我已经讲了 是什么 其实人里面很不诚实的 对不对 他的良知知道的 或者他常常受谴责的 或者他不但是对人的 也对神的 很多隐秘的 不承认的 不照着真理 也觉得可以的 这些都是人很隐秘的地方 大家都不想听人说出来 对不对 但是我跟各位说 圣经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 是那种蒙恩的人 他们对这些隐秘的事情 在神面前是敞开的 所以大卫 大卫说 耶和华你已经检查我 认识我 我坐下起来 你都晓得 下一句话 从我的口出来 你都知道 其实你在远处就知道我的意念 那种远处 对我有时感觉很远 但是 虽然是我感觉你不在 我自己在想做什么 还是什么 但是呢你已经知道了 我在搞什么 想什么 哀恨什么 其实你都知道 上帝是这样 各位我们的上帝是 所以既然上帝是这样了 你向上帝诚实清白的时候 你是最有福的 你是最自由的 你不留下给撒旦 有一个破口来暗示你 所以在审判的日子里面 没有一个人能跟神说 我的良心是清白的 其实我相信在神审判的日子里面 神不需要拿出他的律法来说 你看你有没有做这个这个这个 我的准则 你看你亏欠神的容忍 神不用讲到那个 神照亮每一个人的良心 你们自己看吧 你们大多数的人 你们都昧着良心的时候 你也活得 只有可能 整个人类历史有几位 完全按着我的良心来活 我从来没有违背过的 圣人 宗教人士 那神说 但是你亏欠神的荣耀 所以你还是不能达到 这个进入天堂的道路 各位理解吗 所以整审判的日子 所以保罗这里要讲的是 是这个东西 所以人是 我们看万人的时候 我们有明白看似人 人差一点 好一点 对不对 有时候真一点 有些人比较真实 我们喜欢真实 有些人因为他的环境 是比较复杂的 从小要保护自己 所以假一点 所以有时在教会 你会看到很真实的人 有时你会看到 有点假一点的人 都一样啦 你就不假吗 每个人都有假的地方 假的程度 坏的程度 来来去去都一样 都是有时候昧着良心 那你要判断另外一个人 他比我假 我比他真 因为你听过很多真理 你听过很多真理 所以你应该知道 你活在这个真理面前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 我们没有办法衡量的 有些东西 所以我们一定要来到神面前 神会解开人隐秘的事 我跟各位说 这个隐秘的事 不要等到审判日子解开 今天解开 你今天在福音的光照里面 你向神就敞开了 从那时候起 你被真理洗净 然后在神的爱里面活 无亏的良心 那我告诉你 你有福 因为这样活的人 他是各位不要认为 一个对自己的 神在他的良心的感动 很敏感的人 他传福音的时候 他讲的道是能够 刺入人的灵魂的 刺入人的良心的 各位有一个神学家 也是牧师 你们有听过 John Stock 他就讲这句话 他每次传福音的时候 因为传福音有时候 人就抵挡他 所以他给自己一个勉励 我不怕 不管人怎样抵挡我 对方的良心 站在我这边 各位你明白 他讲这句话吗 他是一个用神的道 来光照自己的良知 在神面前敞开的人 所以他跟一个人 传福音的时候 可能那个人 人很多不要信的时候 我不怕 我没有骂过人 我为什么要信 我为什么 永生是真的吗 你又没有去过天堂 你怎么知道 但是对这个牧师来讲 他是 你真的不怕吗 你真的 你完全按着你的良心做吗 你真的 所以他不怕的 因为你里面 有另外一个人 他知道你 他知道你是怕的 他知道你自己很多时候做错 没这良心做事的 当我讲福音的时候 你的良知是站在我这里的 了解这句话吗 但是这个不是跟人撕破脸 我的意思不是 现在出去外面 跟人传福音的时候 这样跟人撕破脸 我的意思不是这个 这是给你的窃据 当你把真理讲出来的时候 其实人心里面最隐藏的东西 他不得不要承认 但是我们很温和地讲 他是把事实讲出来 把圣灵的声音 透过我们的福音 就是带出来 他可以下转的感觉 我们应该收拾一下 在这一段事 我替你 有什么事 我就不知道